兄弟们,今天我们在商丘浙城吃一个蒸羊肉,来大姐,起,起,喝汤,然后里头第一个啊,就是蒸羊糕啊,来,行,这羊排蒸的烂哈,蒸的烂,这个挺好吃,浙城,慈胜镇啊,慈胜镇,慈胜镇,浙城,看,这是一个大地锅啊,大地锅,哈哈,哪个烧饼,拿烧饼来, 大哥,这个是地方特色吧,是来的,计划菜是吧,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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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两句啊,聊两句啊,来,来,聊两句啊,我请你吃,是没吃过,我吃完了,吃完了啊,烧饼加肉,烧饼加肉,小伙伴聊到烧饼,哦,一大早看到这个蒸羊肉,整个食欲大增,心情也,一个一个,好的很,今天早上是零下八度啊,吃烧饼加肉,羊汤免费, 这个是什么羊啊,跟我们聊聊,碑地铲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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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用碑地铲要,对了,只能用碑地铲要,来,烧饼,嗯,好好好,加两个烧饼,加两个烧饼,再来一个,嗯,这个多少钱啊,这个是四十二块五,四十二块五啊,对,四十, 这个是这个焦盐, auster面也好吃, paunery 好吃啊,我请你吃一看 你吃这个就是 HTP 烧饼加肉? 新疆的内蒙的羊 行不行 那不管啊 这好吃 好好好 就一个地方一个吃法啊 就每个地方都用粉地的羊啊 哦 哇 来来来来 这个烧饼是多少钱 烧饼是两块 看 可得及 哇 下面还有羊啊 这一锅几只羊呢 这一锅三只羊 一个大地锅 三只 下面是羊汤 下面是羊汤 羊肚 羊肚 哦 好多羊油啊 对啊 羊肉 羊肉是羊肉 羊肉不肚 羊肉它不肚 哎 没有羊油 它汤不白啊 汤不白 对 啊 这个锅滚着 它是肉 漂亮 啊 大哥 这哪边有卖羊肉剁的啊 羊肉剁 自己加的油 我们家就有坐子肉 你们家就有啊 你看一下 这个也可以加烧饼是吧 剁子羊肉 这是牛肉 剁子牛肉 牛肉是块肉 这个是剁 这个是剁子羊肉 这个怎么卖呢 这个85 85 这一块 剁子几只羊能搞成这样 这十只羊 十只羊 对 那再给我们切个二十块钱 行 剁子羊肉 剁子羊肉 不用夹烧饼啊 不用夹烧饼啊 这好吃 就每一个卖羊汤的隔壁啊 都有一个手工烧饼 这是油酥哈 对 有了油酥 它才香 摩顶油弄点芝麻 摩顶油弄点芝麻 酥烧饼 吃烧饼羊汤免费 热腾腾的羊汤 喝羊汤再搞二十块钱羊肚啊 这边继续出锅 哎呀哎呀太带劲了 这就是小镇人民的幸福生活啊 桑丘浙城县十盛阵 来把羊肚搞里头 哎这个羊肚感觉弄得好干净啊 羊肚羊肉剁烧饼炸肉 来来放点盐 放点桂金 放点白胡椒粉 舒服舒服 我就向往这种小镇生活啊 有的吃啊吃的还好 哇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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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半斤肉加两个饼 来点辣椒 今天是嘎嘎了 你看这个辣油都冰起来了啊 再尝一块肉 哦 呆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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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饼还酥酥的啊 羊汤好喝 羊汤消除我的预期了 我以为会有一点点山的啊 他这地方啊很好找很好找 再来点辣油 在浙城县石胜镇 卫生院门口看到这个大地锅啊 85一斤的蒸羊肉 然后喝汤免费 零下八度的早晨啊 来一碗羊汤 带进的汤 冷天汤吗 冷天 汤是免费的 无限续汤啊 无限续汤 好嘞 想喝多少喝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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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是免费的 这红米奥是工作服是吧 对 好我想看 天皇都要买这个红米奥去 你可卖 你看今天我帮你卖了吧 哈哈哈哈 好啊 99年的挣了八点大白兔 我给你大一轮 我也是大白兔 我给你大一轮 我也是大白兔 我给你一个重点的鱼刺 我给你一个重点的鱼刺 这个是你成名赛吧 我自创造的是 成名赛 这什么鱼啊 这是黄花鱼 黄花鱼 咱们来的 生意怎么样 你有机可能搞一个三千块钱 嗯搞不了搞不那么多 搞不了啊 对 也就是 这时候也就是 两千块钱来短肉吧 一个月干多少个鸡现在 一个月干18个鸡 18个鸡 山东名菜搞一次 哈哈哈 网红菜 小放自放的名菜 这个留言区网友 特别喜欢这个 啊 啊 因为水先几下是吧 对 所以 你 你俩一天我来 咱们炸了呗 明天那个地方正是把假 这是他配下他们玩客 来 开车回家 这个开车 煮人了加油 你现在这个网红 特别是你车 可提高了 你 你现在这个你都不网红了吗 对你这些也没有提高 啊有啊有啊有啊 有啊 这些人不网红 不过来是吧 对啊 下车 这远的星期 多好过来是吧 啊 啊有从 西边现在从济南 东边从江苏 哦 你玩江苏 你这三碗太强了 这个菜的灵魂就带着草是吧 哈哈哈 我倒入 我倒得斜碎就行了 斜碎啊 他还要比较 这个还有师傅教你啊 没有这创的 哈哈 哈哈哈 嘴巴炒干 这个鱼菜换鱼 这个是多钱一份一个早鱼菜 早鱼菜10块 10块钱10块钱哎呦 还炒个苏菜多少钱呢 啊便宜的豆菜五六块钱 五六块钱 我这把辣椒干 这便宜菜多少钱呢 最便宜的四五块钱 老师 这个菜是我点的啊 哈哈哈哈 背建名菜倒玉刺 倒完以后都是玉刺了 这菜可有食欲啊 相当有食欲了啊 这是花生油啊 山东用花生油啊 酱油 不辟得这个这个西方 叭了自己筷子 叭了四块 四块有拿四块 淀不足 都可以 蒜苗炒虎енс 好的 那我的说五十九九 好 好的 给你洗浴 看 这样 嗯 drank 都差不多吧 对 罐都疼 啊 啊 啊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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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好菜也快啊 我吃我都厉害你看这我 五花铁有肉吗 我把这个签起来啊 五花铁这个菜有饿的也只有冰的 aos 四个 这个是辅助厂蒜苗五块是吧 这是我点的岛鱼刺岛鱼 几块十块 10块然后这个是 看着跟土豆丝一样是什么皮辣 皮辣皮辣什么东西啊 是一个大哥的哦这几块 4块4块啊 三个菜 19块 我大老眼后来就是为了这个菜 小胖直播我看过好多肥 岛鱼 我摆文不如一天我来尝尝 啊 咸鱼嘛哈 咸鱼咸鱼这个菜十块钱 然后我们来看比赛 富足五块 这个四块 这个四块十三十块二十三 这个买几块 你看就这五个菜二十八块钱 然后这是朋友带了一个这个 清老的红糖 这一桌这菜 五百块这地方真的是中国最接地气的大鸡 哇这岛鱼山东名菜岛鱼 这里头鱼翅怎么办 骨鱼鱼背有鱼翅吧 已经酥掉了 酥掉了是吧 啊 我们到山东乌香随俗就不吃米饭了 用小胖的经典名菜 来加点煎鱼锅 鱼翅已经倒烂掉了啊 所以他鱼翅没事 就直接可以全部都吃掉啊 山东打煎鱼 太小了 特别咸 特别香 除了这个菜 你还有什么经典名菜 小豆腐肉小吃蛋 哇 我们还会再来个下次吃卡豆腐肉 嗯好吃 那你老板说以前说你干过什么油漆呀 什么 西宿宫西宫啊西宿宫 西宗这个 最终还是为了回家要炒夜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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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里户背就看着啊 对对对我爷爷就看着 他为了全城老手里回来看 哦这是你们员工餐啊 员工餐吃的是啥嘞 这是什么鱼啊马娇鱼 鱼鱼巴鱼啊 哦哦你们这边是吃这个稀饭吃煎饼啊 小包你不吃饭 你喝的这啥 枸杞 你才多辣就喝这东西了 好喝 这个是包子鲜是吧 对对对 这是猪肉包子鲜 水鲜毛吗这边 水鲜毛 小鲜毛 还有加粉条 可能加一点点 这个不能用机器去搅拌 不能 机器打 人工全部人工 机器打出不来口感还是吗 对对对口感不好 我这个师傅有力气 一定要打上劲啊 对对对 肯定要打上劲 这是水鲜毛的料子 对对对对 你看看 昨天下午我们在张庄站吃饭 然后当地一个饭店老板跟我们讲 这边有一个早餐大王 然后其实我对这种路边小吃特别感兴趣 我们就在张庄站过了一夜 这会是凌晨4点钟 我们来的时候我以为这边还没有开始干 但是 这边已经准备工作已经做的热祸朝天了 这是一层啊 那每天早上总共要搞多少这个限制呢 下水 两下 两下 这就快200斤了啊 然后包是吧现包 你们这早上几点钟开始上车了呢 5点 5点啊 5点的还挺早的啊 啊对对对 反正话就来不及了 哦所以你们呢三点多就来啊 把这个等下啊 这都是三 有人搞不动 哈哈 看什么啊 对对对几个斤 这个是醋的 多少钱啊 萝卜的 萝卜的 对 来来来用刀看一下 一 往这边再抢 我把那些碗 给开到啦 这边也切的什么东西呀 这是萝卜 哦小菜是吧 好 不要不要碰到 萝卜 我现场看到了真的不知道早餐多么辛苦哎 哎这锅里头什么 大宝粥 这口是早上4点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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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做什么啊面镜面镜啊哦 我们南方人没有见过这东西 面镜洗完这东西玩干嘛的嘞 这是拉草里边的 啊这锅是啥汤辣汤 这是胡辣汤是吧 对酸鱼汤 酸鱼辣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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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高坦也有4-5压了吧 这个洗完以后进去会再搅就搅碎了是吧 可以 啊这又是另外一个线的啊 干豆角 啊干豆角 这个卖的少一点这里也放红条吧 对 就万能搭配就是红条 对对对 继续用刀看 还是一个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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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风条 啊 每天早上都在三十年就好方了 我要善于他 阿姨叔叔他没弄小笼 做早餐确实幸福也没啥休息的事情 韭菜线 水晶猫韭菜是我觉得最好吃的 对对对 好量很大 好量很大 来 一旦 哇 您这个锅有 一米之斤啊 米二之斤 那能吃多少汤呢 八九百碗 八九百碗 他这不拉肠还是啥 是就是拉肠 善于善于辣汤 我们这 我们这 就是拉肠喝的酒 天亮了 好 这个又是装装带 你包的快 你捏一下 这就是水煎宝啊 好了吗 好 好 好嘞 酒几点哪里啊 酒气啊 我们省也还是蛮好的 在正好在这个小镇上 已经有良家匪念了 来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啊 小镇上的这个早餐 这个 扇鱼汤加鸡蛋三块一碗 啊 不不不 这就鸡蛋汤啊 有点像 有点像 撒汤 里头还有这个鸡肉丝 嗯 好好好 好 好 谢谢啊 这么一大早 喝完那个同时通透 就整个经络都打开了 哈哈哈 舒服舒服 这个啊 这个啊 昨天喝酒 然后第二天 可以这个 绝对还会 啊 腰不酸了 身体也不冷啊 再来尝一下这个 肉包子啊 猪肉粉条性 它这个就跟我们老家的很像 它不是灌汤的 直接这种跟大包子那种一样 我喜欢那种包子 我不喜欢那种 灌汤那个 这小包子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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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龙汤 五块钱 有点实惠 嗯 这小包子好吃 嗯 好 有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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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路过这个地方 但是如果说你在淮北附近 或者萧县附近 我建议你来尝一下 张庄寨和封岛点 还是不错的 啊烧了 阿姨给我再玩一点了 你们这个真正的好吃 香烫免费吗 免费哎呀好好好烫烫 够了够了够了 加烫免费 再续一碗 你喝的就是昨天晚上熬了一个 啊 我天天都喝 天天都喝 喝不够